马爱伦,南航空姐,一个马上要结婚的新娘,8月8号就是她的婚礼,16号就是她的生日,2013年7月11日晚,又买不到一年的正品,5充电时通了个电话,突然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,到点,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,离开了她的新郎,年仅23岁。 马爱伦,南航空姐,一个马上要结婚的新娘,8月8号就是她的婚礼,16号就是她的生日,2013年7月11日晚,又买不到一年的正品,5充电时通了个电话,突然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,到点,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。 离开了她的新郎,年仅23岁,马爱伦,南航空姐,一个马上要结婚的新娘,8月8号就是她的婚礼,16号就是她的生日,2013年7月11日晚,又买不到一年的正品,5充电时通了个电话, 突然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,到点,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,离开了她的新郎,年仅23岁。 马爱伦,南航空姐,一个马上要结婚的新娘,8月8号就是她的婚礼,16号就是她的生日,2013年7月11日晚,又买不到一年的正品,5充电时通了个电话,突然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,到点,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。 离开了她的新郎,年仅23岁,马爱伦,南航空姐,一个马上要结婚的新娘,8月8号就是她的婚礼,16号就是她的生日,2013年7月11日晚,又买不到一年的正品,5充电时通了个电话,突然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,到点,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。 离开了她的新郎,年仅23岁。